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 我的日本朋友说,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 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 日本东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中 来自中国的魏锐,以充满爆发力的腿法和精准的组合重拳 一碗三胜 拿下K162公斤级金腰带 创下中国人K1夺冠历史 现在出场的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撕拨图 魏锐胜在一个筷子 这场半决赛,克里斯蒂安看上去是信心十足 不断拍打右胸 随后是红色拳套来自中国魏锐 出场仪式上,魏锐是参照了陈真霍元甲的动作 设计出代表中国功夫的亮相姿势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由于K1他的拳套我们看到是非常薄的 所以说直拳包括重击拳 对对手来说是相当奏效 第一回合开始两个人没有过多试探 迅速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 腿部连续的移动 变线抖动 魏锐是凭借着有这个散打功夫的底子 所以说他的身体核心的稳定性比较强 移动的平衡性也好 该退的时候退 退了还能再进去 始终在很主动的位置 粘着对方打 既灵活又能把控节奏 以快打慢 以巧破拙 对手克里斯蒂安是有备而来的 当时这个魏锐就推测说 克里斯蒂安应该是看过我以前打比赛 因为他对我有研究 我打拳的时候 他是可以躲掉的 而且能反击 我不停游走 找角度 打控制 其实搏击讲究的是战术 非常费脑子 每次出拳 大脑都在计算好几次 所以说拳手在抖动拳套的时候 并不是在装模作样 而是他在这个脑子里 已经过了上千遍 拳线的变动 这仅仅只是第一回合 但是克里斯蒂安在准备的时候 感觉他的鼻子已经受伤了 眼角也是红肿不堪 现场的日本观众是鸦雀无声 都惊呆了 这是谁呀 这么强悍 刚刚打完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更是吊打了克里斯蒂安 第二回合里 魏瑞依旧是采用了 和第一回合一样的战术 那就是游走 既然你对我有了解 那好 我就换一个方式和你斗 毕竟兵不厌诈嘛 这场比赛其实还不是当场 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最令人激动的时候 就是他把那个日本拳手 平本莲给KO的时候 哎呀 那简直就是一个字 狠 平本莲本身水平还比较高啊 拳头也比较硬 当时他的一个钳刺拳 是把魏瑞打得眼睛都肿了 还打紫了 给他做了个记号 最后是直接把平本莲打哭了 把他打退役了 你敢信吗 之后平本莲是进入到日本的娱乐圈啊 没有再进军拳击拳了 可能他觉得在这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 我要去别的圈子里赚钱发展了 抱歉了各位 谢谢大家 第二回合的时候 克里斯蒂安整个面部完全肿胀 或许在第三回合的时候 他的视力还有他的呼吸 都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天哪地上还有斑斑血迹 仿佛是过年的时候 刚刚杀猪之后的样子 第三回合 连续进攻 漂亮 克里斯蒂安憋大招呢 你看他 被打怒了 因为赛场上咱就是 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 赛下咱还是好朋友 赛下的拳击那就是打人了 那就是该报警了 赛上是合法的 只要是你 击打的是合法部位 咱就算报仇 所以克里斯蒂安应该是想要 抓紧时机 再不打没机会了 赶紧吧 一通大招全放了 兄弟 来把体力保存保存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克里斯蒂安的身上 我仿佛看到了放手一搏四个大字 孤诸一致 最后的挣扎 赛后我也认识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因为他知道 这场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的 五十年前的旧事 如今在日本擂台上旧事重现 魏瑞仿佛化身了李小龙 把东亚病夫四个大字撕碎了 塞在日本人嘴里 现在日本观众做的笔直 仿佛对魏瑞肃然起敬 厉害吧 你们没有 哼 气不气 再次恭喜魏瑞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祝福他在之后 暴打日本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是小河南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哟 拜拜